男女交往中,男人的哪些行为最得女人心? 女人想要的爱情很简单,我说话时你会听,我需要时你会在,我转身时你还在,这就够了。 作为一个女生,应该都想要一个完美的爱情,虽然这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,但是每个女生会有这种梦想。 舍得花钱,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一些,要什么就给买什么,这个套路唯一能做得高级一些的就是想到女人前面,或者你买的东西比她想买得更好,可不要试试扣扣扣的,不舍得给女孩子花钱,女孩子喜欢什么你买给她,比她自己买更好,心要细,钱要花。 甜言蜜语 没有女孩不喜欢甜言蜜语,你说的越柔情甜蜜,她的心融化得越快,不过你要表达的恰到好处,不要让女孩觉得你虚伪,故意讨好。 例如,你问一个三十岁的女生,你学画画几年了,对方回答,二十年了。 你稍微诧异地说,哇,你两岁就开始学画画了吗?学到了吗?这比直接说,你看起来只有二十二岁来的有用的很多。 很多男生有一堆好话想讲,但是抓不住时机,或者抓的点不对,从而把马屁拍在了马腿上。 浪漫 每个女生都希望有一个浪漫的爱情,都希望有人时时刻刻地有人关心,哪怕是虚伪的甜言蜜语,也是很喜欢的。 所以女生都喜欢甜言蜜语,特别是送给你一个浪漫,会让她感动到哭,所以这就是女人,所有的女人都这样,无因例外。 瘦好看的花 瘦花的意义对女生是不同的,你别以为女生都很迷恋花。 曾经有个女神级别的朋友告诉我,除了花本身好看之外,更为关键的是给花钱买这种不实用的东西,才证明这个男生爱自己。 当然,选花是有技巧的,买花之前看看花语之类的比较好,实在不行,就买玫瑰,玫瑰最保险。 真心实意,其实在感情生活中,女生最吃男生的那一套,还是她发着内心的喜欢,因为人的内心都是肉掌的,都是有感情的。 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感情世界中,往往那些付出真情的人更容易打动女生,我们换位思考一下,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 如果自己是一个女生,一个男生接触自己的动机就不是很单纯,并且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她的计划和步骤之中,你觉得你会害怕吗? 并且女孩子本身都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生物,遇到这种情况,警惕性会更高,最后往往是套路不成,反而被女生疏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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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